第一个先插入两个栏位 一个是产品的名称 区域的名称 那我要怎么查呢 如果说我要针对 T01 T01去做查询的话 那当然 涂法链钢当然不是好方法 你要用眼睛看 然后去把它查过来 那如果你今天不用那个眼睛看 你要让ECL自动帮你查询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使用插入函数 函数的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找到那个 就是在类别里面呢 要找到检视与参照 因为Vivo函数呢 它是在那个检视与参照这个类别里面 所以你就插入函数 这个应该平常都会用到 那请你找到检视与参照里面的最下面一个 叫Vivo函数 找这一个 OK 那其实不是只有Vivo函数可以做 查询的工作 其实 当然在检视与参照里面还有其他的函数也可以办得到 像index indirect 或者是 其他像什么 lookup函数 其实也都可以 只是说相对Vivo函数会比较简单 会 比较简单 那这样其他函数你也可以试做看看 那怎么去使用Vivo函数帮我查资料呢 他大概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能要了解 他问你的四个问题 因为函数他主要就是 透过什么呢 跟你互动 问你几个问题 你给他 他要的资料 他给你最后你要查的结果 帮你把他丢回来 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跟你互动 那所以呢 你要能够跟他互动的话 第一个 你要看得懂 他问你的问题 你给他 他要的东西 他要的资料 这样就搞定了 只是说因为目前 函数的学习 目前我觉得大家 卡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Excel他那个函数前面的那个 要的问题的名称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恐怕你慢慢要 我觉得你要学的 要理解 就是他前面到底问你什么问题 那其实 其实如果我回来他跟Excel 可以把前面这个翻译成中文 我想大家会比较能够理解 就不用太需要学习 只是因为他是英文的 然后我大概把白话意思 跟各位讲一下 他第一个前面 第一个问题LucaValue 其实就是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找哪个编号 OK那你要找什么 找T001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就把T001的编号位置告他 OK 第二个问题是问你说 TableArray TableArray就是说 你要去哪个Table的表格 Array的话就范围 你要 查询的那个表格在哪里 那个查询的表格 就跟他讲说 我的对照表是在这里 在哪里呢 在这个I2到J4的范围 所以你就把这个范围给选起来 选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帮你把资料带过来 特别说以后 慢慢可能要理解就是 只要在那个他前面的名称 前面只要出现什么Array 或者是说Range 你就要给他一个范围 OK你不能单一个给储存格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那个Column 前面就Col Col其实在 Excel里面就是蓝的意思 所以你以后看到Col 就是 Column的缩写 蓝的缩写 他全称就 Column 他只是把它简称的 Column Column的意思 那后面Index number指的是 Index是索引值 意思说 讲白话就是哪一栏 意思就是说针对上面这个问题 Table 这个Table里面的哪一栏 所以 这个Table里面的总共 其实他只会有两栏 第一栏 跟第二栏 那我们 他意思说 他比对一定是帮你比第一栏 在 第一栏里面 帮你找一下 找什么呢 把这个资料去第一栏里面找找看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请问一下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因为有第二栏 所以这边的话 就输入2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直接输入2 OK 那第四个问题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要帮你找完全一模一样 Range Lookout是说 要不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帮你找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那当然如果你输入0的话 就是YES 我就是要输入 要找T001完全一模一样的哦 如果找不到你就告诉我找不到就好了 所以如果找不到他会出现 紧NA 所以你们应该有看过什么 紧 开头的吗 N的话就Nut A的话就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 OK 但如果说另外有种情况 你如果找不到 你帮我找接近的就好了 比如说T001找不到 你帮我找T00000 或者是 其他接近的数字就好的话 那你可以输入1 OK 不过这个我想是 另外说啦 这个 不过这一题的话直接输入0就好了 我们要找一模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直接按确定 如果你按确定向下填满的话 恐怕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还要再解决那个 就是填满之后 有没有 发现底下有一个 -NA 那为什么会 找不到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 如果你等一下要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填满的话 如果说 你 这个向下填满的范围里面 只要有列号的话 比如说像B2的话 它会 B2的话会帮你变成3 下一个列的话 然后3会变一时类推啦 那如果范围也是一样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也就是你向下填满 反正不管查哪一个 我的查询的范围都一样的话 那请记得 请你在那个 Table Array这个范围多做一个动作 选取它之后 按下F4 这个F4的话意思是说 帮我在那个蓝跟列的前面加钱的符号 那这个钱的符号用意是说 我之后呢向下填满 你就不要帮我改变 不要帮我自动 2变3 3变4 不用帮我加1的意思 OK所以 记得 选它按F4 最简单的 不过理论上 因为 F4最好 就是其实比较标准是按两下 为什么因为 向下填满 只有列号会增加 列号是指的是那个号码部分 向下 2会变3 3变4 那蓝并不会变更 不会说I 向右的时候呢 蓝号才会加1 I变J J变K 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向下填满 所以这一题比较标准是应该是 F4按两下 一下 是全锁 两下的话呢 是只有锁列 这样比较标准 不过其实 你刚刚按一下的话 两个都锁也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不影响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 接下来呢 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有几种方法 就是 以前好像同学 没有学过 或者说 不太熟的都好像点 拖拉到下方 这样子 其实这样也是个方法 只是向下拉有个缺点就是可能会过头 你可能要拉回去 拉来拉去 然后要很定很准 才可以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能够更快的方法 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你就直接 直接在这个 输入好的公式 的储存格 右下角会有个空点 只要你游标移到那个空点上点两下 其实就自动全部填满了 管他下面有几列 他一下子全部填满了 这个应该断问同学应该知道吧 因为我之前我发现我上课说我做这个动作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做的 我说 很困难吗 不是 有些东西啦可能我们平常会 很快做 过啦 那会觉得是应该是 要会的 不过 可能有些同学不那么常用的话 那也许不会 你就大概注意一下 我再提一下 那 游标移动到那个右下角 变黑色 十字点两下 再这样就OK了 他的好处是说不管你有几列 他全部都帮你填满了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就是说你如果 以后之类量多的话 你恐怕要一直拉 还没到 还没到 到了又过头了 你会非常的紧张 OK 如果你懂得 点两下 那其实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是利用那个 所谓的 V标函数 去查询 那再来的话 区域部分 所以依蓝部分 也是 一样的道理 只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你查询的话 他这边呢 他是跨栏之中 那跨栏之中 一个 你不能 抵三个 他没有那种 函数可以一个抵三个 这种东西 所以我强烈不建议 如果以后 你在Esser里面 用跨栏之中这个东西 真的很麻烦 你在Word里面还可以用一用 因为Word里面比较没有计算的问题 但是在Esser常常会有计算 常常就会 造成这种问题 就是会 很不方便 而且说真的在资料库里面也没有这种东西 资料库 所以尽量你就把Esser当资料库 来看待 那尽量不要做一些 不需要的东西 像跨栏之中 另外常常有见到这同学什么 乱插入空白列 或者是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资料 都会造成你将来再产生 枢纽分析表 失败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要以后要很顺利的使用 枢纽分析表的话 你就不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尽量就是能不加就不加啦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问题发生都不是在枢纽分析表本身 而是因为你前面给他的资料里面就会有一些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这个我称他叫资料真规 反正以后你给他的东西就是 类似长的规规矩矩的 该一个储存格就一个储存格 该有资料就给他有资料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相安无事了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先把什么 这个编号部分 跨栏之中先把它取消掉 那怎么样取消掉最快 其实 最快的方法 就是整栏选取 整栏先把低栏选取好了 那选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切到那个 上方的那个常用的面板 常用这个面板 那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跨栏之中 预设的 你会发现低栏目前是整个有跨栏之中有被按下去的这个状态 那如果你要取消跨栏之中的话很简单 就是直接再点他一下 他就取消了 点他一下 跨栏之中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把 跨栏之中的效果先取消掉 那取消完之后呢接下来你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再把它 把底下的东西再填 填回来 所以A01 下方也要叫A01 所以呢 当然怎么做比较快 你说 也不要用复制贴啦 因为你要贴很多格一直贴 最快的方法一样是用填满的 那怎么填满呢 在他的右下角有一个 空点 向下拉 可是问题他会怎么 向下拉 他又帮你多加1 如果你不希望他帮你加1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你向下拉的时候 多按一个Ctrl鍵 Ctrl鍵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OK了 Ctrl鍵按住有没有 就A01 A01推 向下 这样子就填满了 那如果说你是用Mac的话 Mac没有Ctrl鍵 那你可能就是他右下角有个 控智慧标签 他会让你选说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 复制储存格就好了 用智慧标签也可以 那这边的话 A01向下填满 Ctrl鍵按住 就分别把底下的东西 通通都把它填满 那最后的话就再把这个整栏 干脆整个再置中过好了 把它置中一下 看起来会比较统一 所以这边的话 看到的结果就长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点 好像你们原来的编号 好像只有A2跟A3 因为为了跟我统一 一样的 不然你就把那个 本来的数值 尽量 把它改得多样化一些些 不然你在做 苏纽分析表 可能就会只有那个 A2跟A3 A2跟A3只有中区跟南区而已 所以也许 这个资料 里面如果没有A2跟A3的话 你自己改一下好了 那至于 这个 至于你要怎么改 其实不要改太夸张 其实都OK 就是只要我们是 希望能够让那个资料更多元 更多样化 将来在做苏纽分析表的话 比较不会只有中区跟南区的资料跑出来 其他都没有跑出资料 好那如果说我已经把那个 跨栏之中部分做完之后 一样 我们就是利用什么 插入 一样用插入函数 然后一样到 减数与参照里面 找到V的函数 那一样 这三个问题 四个问题又出现 第一个问题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 A01的这个编号 第二个问题说 那你的对照表在哪里 我对照表在这边 就把它选起来 并且当然比较 标准流程就是你干脆直接选他按F4就好了 OK 所以 你要找什么 二你的对照表在哪里 那对照表要固定住 所以多按一个F4 第三个问题说 那你对照表里面 我要帮你取回来 第几栏 因为我的 那个区域在第2栏 所以我跟他讲说 那你帮我取回第2栏好了 那第4个问题是说 你要比对是不是要完全一样 还是找接近的 那我要完全一样 我就0 OK 所以基本上 函数 他如果江泰哥要学函数啦 就是 理解前面的东西就好了 也就以后不管哪个函数啦 你即便没用过 反正我看得懂前面的叙述 基本上我就会用了啦 因为他函数有250几个 那你如果能够按照 同样逻辑 每一个都一样 即便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函数 但是我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他要什么 我给他对东西 其实也可以马上把结果做出来 没有问题 所以像这种东西不是用背的 没有人说每个函数用背的 怎么用它 不用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话以后就不用记忆啦 因为这个很自然的就把结果给做出来 这一点可能要跟 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结果就把它点两下 一样就可以把区域做出来了 你第一个前置就是要做好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你要做书纽分析 表情抱歉没有办法 或即便可以 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有很多 你不要的结果出现 或者怪怪的东西出现 那 第一步我们就 所谓的把那个资料正规化给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才有办法去做那个 所谓的 这个 这个 书纽分析表 部分 请各位第一个先 帮我把那个 C栏跟E栏 这边把它加一个名称 那编号部分就是取消那个跨栏制装 并且把底下的资料也复制一下 那编号里面可能原 好像范例档号里面 有一些资料 都是 A02 A03 你稍微改一下 尽量可以 参考一下那个 第19页吧 第19页也许 会有一个比较改 对